在嘉兴楼的灵堂里,面对着栩栩如生的翠姑,苏莫拉姑真是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要死呢? 待在着竞技的楼上,面对着奇特的祭奠,苏莫拉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凛冽的恐怖感, 想一步退出去,却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着她,她不愿意离开,也不想立刻就走 这时候,这个中年妇人看见苏莫拉姑一脸的肃穆敬畏之情,蹲身拾了一礼 大姐,请问您是翠姑的什么人呢? 苏莫拉姑灵机一动,说了一声,明珠是我哥哥,他病得不能来,叫我来瞧瞧,不想,就出了这种事 这个妇人说,大姐既然来了,就托大姐把这封书信转给明老爷吧 说完,哆嗦着双手从怀中取出一封书帖 翠姑能临终前,就要把这个交给明老爷 苏莫拉姑机过离开,是一封街市上常见的通用书件 只是中间端正的写着,明珠兄弟起,下款呢,是翠姑追心书 苏莫拉姑颤上的问道,这事太出意外了,怎么好好的救 这个妇人从腰间抽出一块手帕,擦了她眼睛 哎,我也不太明白 听楼底下老婆子说,昨天晚上胡老爷一身倒是打扮 两个人吵了半夜,胡老爷赌气就走了 翠姑哭了半夜,今天早上就发了请柬 约我们几个原来卖秤的姐妹来 谁想到,她就浮了水银,已然坐在椅子上坠得就不能动了 只是把这封信递给我 她笑着说,给明珠,就再也不能说一句话了 说到这个地方,这个妇人已然气不成声了 苏莫拉姑满心七处的离开嘉兴楼回到大内 依然到了深时了 在血红的夕阳下,她恍恍惚惚 自龙宗门进宫,一直到了养心殿 知识的宫女看她回来,赶紧迎上来说 万岁爷去慈宁宫请安去了 给姐姐留着几个全菜的小包 说是姐姐不吃幽婚,特地让姐姐晃晃口味呢 苏莫拉姑在一争之下 才想起来,自己已然回到了紫禁城 就勉强的笑着说 嗯,搁在那儿吧,一会儿我再吃 然后掀了帘子,回到自己的屋去 身上就跟散了架似的,一下就倒在了榻上 她小心翼翼的取出了书简 一看没有风口,显然是不怕人看 一翻身头冲里,在幽暗的烛光下,抽出里边的素简 只见上面写着 明珠兄台见 君生与梦,从此与兄为格式游矣 归途渺明,实在不可之间 为平草秋花,断魂扬柳,楼头残月 可尝寂倩影于足下 奴妃轻于生而重于死者,该进退威艰 以无鱼戏有矣,心力交瘁 血泪何看空流 既不能失手复制,又不能与兄共仇敌凯 长夜消炭,徘徊无忌 决以自残而报先君后主 茫茫苍鸣,或可见连云奴 其来世再报凶恩,父亲漏师四手 皆弄生平心事 月下独步而得 将死之人其声也哀 非无故身淫,以报君眷念之情儿 妹翠姑气血于家兴龙 信后,辅了一张薛涛俭 在薄薄的纸上,以一色中王迎头小凯 写着四首夹剧,其情 哀怨动人 苏玛拉姑看完了诗 对翠姑因为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而悲痛的离开人世,而低声的哭气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脚步声音响,赶紧擦干了眼泪 让他站起来 康熙已然笑着走到他的身边 今儿累着了吧 乏了也该出去散散心 老躺着可能会窝出病来 你手里拿着什么 该不是武先生写的吧 苏玛拉姑这才想到,翠姑的绝命书还在手里拿着 忙笑着掩饰说 也没什么 是人家写的个玩意儿 我碰巧了,拿来瞧瞧 既然不是武先生写给你的 康熙已伸手 何妨让朕也来瞧瞧 苏玛拉姑没有办法 只好双手把书信捧上 口里低声说 万岁爷 翠姑没了 康熙脸上立刻变了颜色 急忙夺过信来 匆匆的看着 面色越来越苍白 颤抖着双手 将翠姑的遗书还给了苏玛拉姑 他,他现在怎么样 苏玛拉姑抽叶着哭着 把刚才见到的一幕幕场景 向康熙细数了一遍 康熙默默的听着 点头皆探道 可惜呀 可惜 你知道吗 他说的先君既是前名 他说的后主既是朕 在这两者之间 他无法抉择 再加上恋情的困扰 弄得他神魂不安 五内俱崩 只好走这条路了 那也不该走这条绝路啊 苏玛拉姑擦干了眼泪说 出家也成嘛 万岁爷 您只一座庙给他修行 不是也挺好吗 康熙却苦笑着说 亏你是个佛门弟子啊 只有四大捷空 失智灰心才做的空明了净的和尚 他现在是万序纷乱 无法解脱呀 只怕那个狐公山 倒会走你说的这条道了 这个人朕不能用 也是很可惜的事 说到这儿 他顿住了 两脚才又说 朕 也知道胡公山的一些底线 他和翠姑并不一样 胡公山追念的是钱明 他依托的 确实云南 在这面前 他又下不得手 可是 这两个人均有功于朕 原来想着家恩来着 现在 哎 见康熙神色七黄 十分伤感 苏玛拉姑只好打起精神来安慰他 这也只怪他没福气呀 销售不了万岁爷的恩典 咱们先不说这个 还是说自己的事吧 五先生那儿 万岁爷要是再不去呀 可就要露馅了 去是一定要去的 康熙说 你今儿见到他了吗 他已然起了疑心 想着万岁爷 是哪位王爷家的世子呢 苏玛拉姑 想着五次有的憨象 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 又赶紧正色说 小卫子他们说了 五六一那头请万岁的恩典 洗一道 蜜玉给他 康熙这才想起 自己站了半天 已然站乏了 就是往椅子上一坐 说 那好啊 那个姓部的职位 确实是委屈了一点 朕原来是想把广东总督的缺给他 现在朝廷有事 叫五六一 稍安勿躁吧 这话先不用讲明了 心里有数就罢了 你呀 去事后笔墨吧 苏玛拉姑赶紧到了养心殿 那儿呢 有现成的照本 从封装中取出一份空白的 然后拿了笔墨朱砂过来 两手摁斩了 康熙玩玩笑着 提笔如墨疾书 写的是 五六一所领 北京九门提度一职 之变更 吴震亲笔手遇 盖不奉照 想了想 康熙又在下边加了一句 则辱五六一 五成寻方思 并截至 唐官三门以下 辩佐任缺 展厅该原至处 照令后奉 钦辞 洗完之后 康熙从怀中 取出了一封玉玺 这是他最近启用的一封随身之宝 专作密罩使用的 上边壮刻着体员主人四个字 用了朱砂泥 重重的给钱上了 确实显得十分鲜亮 苏玛拉姑赶紧双手去接 妈 康熙的语气 突然间变得十分着重 苏玛拉姑是瞧着他长大的 从来没听见过 他有这种的口气 就听康熙接着说 这道罩纸 到了吴六一手里 大内之外 就全是他的了 朕的身家性命 太皇太后 还有你的命运 就全都寄予此人 不可不慎 苏玛拉姑听这句话 先是一愣 恍然之间 已然大悟了 他不等不敬佩 康熙的用心之功 就低声说 万岁爷 所虑极是 只是 怎么办呢 这样吧 康熙沉吟了片刻 压低了嗓子说 万娘啊 这道罩纸 就这么给他 朕正在给小魏子 一道亲照 叫他 四五六一 动事 便中行事 以防便中之便 小魏子 素饼忠孝 绝不会有二心 况且 孙恶魔 他说到这儿 忽然停住 不往下说了 不再往下说了 但是苏玛拉姑 依然完全明白了 孙摩玛 是在康熙的掌管之下呀 这的确是万无一失的了 但是 苏玛拉姑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曾经 跟自己在宫中 叽叽喳喳 捉迷藏的皇帝 这个通情达理 爽朗可亲的少年天子 他的猜疑之心 竟如此之重 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勉强的笑着说 小魏子只是个三等虾 品质怕压不住 这有何难 康熙冷冷的说 朕明日却搬旨 晋升他为一等侍卫 铜湖漏进 铁马摇曳 五次友一夜也没有睡着 想起几年来自己所经历的 稀奇而惊险的遭忌 五次友是一会儿紧张 一会儿兴奋 一会儿悲怆 总是难以入眠 龙儿这个怪学生 那种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性子 使他狠起猜疑 苏玛拉姑那闪烁不定的影子 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 五次友也曾很费过一番客气的功夫 但是仍然不能下修身上副礼 不知什么时候 他总算模模糊糊的睡着了 一直睡到了日上三杆 就在这时候 何贵柱在外边扣打门环 把他惊醒了 就听柱儿在外边叫 二爷醒了吧 索大人跟龙上爷瞧你来了 五次友急忙开门 龙儿一步跨进院来 笑嘻嘻的做了一个长衣 先生安 龙儿久不见先生 朝时惦记着呢 说着就想败下去 五次友急忙拦住了 搬着康熙的双肩 仔细的端详的 笑着说 这多日不曾见面 你倒出挑的越发精神了 回头看 索额土魏东婷已然走进院子 微笑的站在一旁 还有个长随打扮的人 手里提着一个礼盒子 跟着魏东婷后头 婉娘则握着手帕在一边捶手势力 大家都见过礼 然后进了屋 听婉娘说 先生这几日轻酿在身 不知好了些吗 索额土满面堆笑 一边吩咐人打开礼盒 取出礼品放在桌上 一边继续的说 家母听说之后 把我好好兴斥了一顿 说是 请了这么一位好的先生 除了惊吓 没给人带了一点好处 你还不赶紧瞧瞧去 说起来也奇怪 这些天哪 我们家也净出事了 竟没有顾得来 看望先生 实在是有愧的很 五次有微笑的说 索大人国事太忙 就这么忙 还不断的派人来送东西来 大人如此费心 道教学生 惭愧得很 说着便站起来 走到桌旁边 瞧这几样礼物 一柄漏花千株的玉如意 一支用红梨桑皮纸 裹着的老山参 几瓶沉酿老叫酒 和一方青石宴 五次有拿起这方青石宴 仔细的端详 只见上面斑斑点点 夹着一缕缕的红丝 婉然一副 猪笔山水画 最奇怪的是 在这块石宴旁边 天然生成一只白色的玉柱 酷似唐代大书法家 颜真轻体的 山高月小四个字 这玉柱直透燕背 字迹虽然慢魂不清 但是仔细辨认 万人在目 五次有仔细看了一人 忽然失声笑道 哎呀 这石宫 颇不解释 怎么糟蹋了 这么好的材料 这可是康熙 从云南新京 贡来的石头中 精选出来的 特名御工 抛制成眼 自己都没舍得用 拿来敬献给五次有 没想到 五次有说出这样的话来 康熙就失惊的问 怎么 五次有说 这块石料叫鸡血清玉 是非常名贵难得的 上边天然生成的这四个字 这掩体可更是绝世起保了 索大人 不是学生鲁莽 尊府是绝不会有此物的 索徒赶紧笑着回答 是啊是啊 这是圣上所赐 五先生 只是怎么就糟蹋了呢 五次有手拿石焰 叹里口气 将此物制成焰 看去虽然是很精美 但是 却不知 此时质地坚硬无比 是磨不出磨来的 只能是当做一个玩物而已 岂不可惜了 五次有说着话 看康熙 半心半疑着 看着自己 五次有淡淡一笑 就倒了一些水 在里边 沿没 果然是滑不受磨呀 磨出的黑水油珠 根本就沾不到燕上 大家这才十分信服 康熙 不禁连声叫 可惜呀 可惜 确实是很可惜呀 五次有说 万物之生成 都是造化之功 非人力可为 荀子劝学篇宗成说 甲鱼马者 非力足也 而至千里 甲州记者 非能水也 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记也 善甲于物也 这就是说 聪明人比糊涂人强些 是能顺着人情物理去做 如果用非其才 违背着人情势力行事 必然会闹出笑话来 像子坛黄阳 可以雕佛 如果要用来做教杠用 岂不毁了 这如果落到 梁公巧匠之手 再是以黄金 雕以盘龙 就可放在 天子明堂之上 苏玛打鼓 素来是信佛的 听了这几句话 觉得很不吉利 就不等五次友说完 插口说 难道 这方实验 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哎呀 这是哪儿的话呀 五次友笑着说 可惜的 是他不实用而已 见大家默默不语 若有所思 五次友也沉默了一会儿 又哑然失笑说 嗨 我呀 倒有几句漏诗 不妨写出来 聊作调侃 说着就取了笔墨 走笔集书 只见他文不加点的写着 祖龙愤怒 编完石 石上血痕 腌之赤 沧桑变幻 惊几秋 水冲 沙石 存盈尺 飞花点点 年落红 碧也轻轻 愈合之 但见山高 月小处 海客 高情 珊瑚之 清欲 远南 冲艳财 孤置 暗头 仁孝池 何不重归女挖炉 再练补天 清白枝 写完 乌翠友笑着说 这不过讲的是物理 至于人情嘛 俗话说 千里额毛 我再不通达 也不至于连所大人 和龙儿对我一片的深情 都不知道吧 七个 扫了龙儿的姓 我倒像一个 迂腐残陋的 道学先生了